這個華為是貨真駕駛的王者歸來的 這個我們甚至可以說是 帝國大反擊 因為歷史上 只有華為贏過蘋果 我記得那一次好像是2.41對2.4億 就開始被支持了 就多了100萬隻這樣 歷史上就只有這麼一次 從2019年最高2.41億隻 跌到去年3千萬隻 你就知道這個 我一個朋友還整理一個資料給我說 總共有六輪的攻擊這樣 就是華為總共被六輪攻擊 但是沒有被打到 打到3千萬隻 我覺得第一個主要是 iPhone坦白講自己已經也很久沒有進步了 因為我朋友一路用iPhone 他就認為12、13、14 就差不多啊 變化不大 那這個15目前也聽到一些功能 說電池功能大改變是明年 這樣只有多2% 就多了一個那個啦 那個Type-C啦 Type-C的街頭 那是因為被逼的嗎 因為歐洲要嘛 我坦白說啦 事實上華為今年的出貨量 我跟你講 我認為要超過1千萬 我講的是60這一支 對 今年超過1千萬應該不至於啦 可是它是有備而來啦 就是說 它一下又有這個Plus跟X5嘛 對不對 那明年一定是 一定是百花期盼 我認為它今年 出貨量可能有望是4千到5千之間啦 因為去年是3千萬嘛 那它這個機值發表時間比較晚 對 可是明年 我認為有機會衝到8千到1億支 那很厲害 這個可能就該這樣 因為人家開始恢復信心 而且我有一些朋友 我就聽到那天烏林祥在電視上講 他說 衛星電話不是爬山的時候才要買啊 那不然 他說這個就跟買保險一樣啊 你如果出去碰到颱風 那電信都斷了 那這個可以救你一命 或者你在毛衣島 對對對 就是說你碰到意外狀況 保險就是希望不要用到嘛 可是真的要用到 你就知道它的重要 現在它的方案也出來 其實沒有很貴喔 你可以用比較便宜的 可能10塊錢人民幣這種的 你用到的話就真的會 有這麼便宜的嗎 對 有蠻便宜的 我聽到的是60分鐘200塊人民幣 沒有 你說的是通話 但是它的每個月的月租費 它有比較便宜的那種方案 對啦 那個對 常常在各地走來走去的人 那個就不是什麼負擔 對對對 而且有人還用另外一個理由 說要用這支電話 什麼理由 因為CIA跟FBI不好監聽 我這個提外話 我認為事實上 這個主要就是 我覺得主要就是對中國 老百姓啊 它那個自信心的恢復 對 我覺得非常大 因為這個就是 你被美國打壓 從2019到現在 1566天 那大家都認為這個是極難的一個 一個難關嘛 那大家都認為你早晚會突破 可是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快 真的是這樣 主要就是 怎麼會來得這麼快 那來得這麼快就引起 比如說我看到阿斯麥爾那個 CEO 他接受訪問 他就來講說真的不要低估中國人的 認真跟專業還有聰明 他說14億的人口 這個都很聰明 很多人很聰明 一定有很聰明的人 就是有人想到了什麼解決 事實上 我最近看到華為有一個系統 說是要新閃 說他可以接到4000個 4000個接口 新閃連接 對新閃連接 有人就說那個 可能就是綜合了通訊跟藍牙這樣 對 所以坦白講 因為我不是這個專業 我只能夠說 有很多讓你想不到 所以你看阿斯麥爾他就會緊張 因為他知道 他就想說DUV可能 你不要預期是兩年才追得上 你搞不好明年就追上 他會怕 那你說EUV EUV你本來想說 中國大概五年做不出來 那搞不好三年就做出來了 所以他會怕你知道吧 所以我上個禮拜就講了 說這個一定會引起兩種利潤 一個就是說中國市場你要不要 要不要佔領這個市場 對 那你如果要佔領市場 你就不能夠制裁嗎 你就要讓你的高階的 能賣嗎 能賣嗎 那要賣趕快賣嘛 那中國大陸 長期用你的東西搞不好 他就發展的會比較慢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種利潤 可是呢這個多半是高科技 市場派的人的利潤 華爾街還有呢 商業的 那可是 政府啦 政客啦 因為他營造了 四年多的情緒嘛 所以他就是 因為你知道他是一個霸權 這個我們一直講過 美國那個心態啦 有人不聽話就已經夠嚴重了 有人竟然還突圍 有人竟然還嗆我話 所以他受不了 他現在是有點受不了 所以他就 就有相當一派的人就是要 再壓下去 可是我們不知道啦 因為美國 政府部門跟國會部門 也有不同的聲音 比如說國會 國會就是屬於最無知的 最民粹的那一派 那蓋拉格啊 蓋拉格就說一定要幹到 這樣 那接下來就FBI FBI就不服氣嘛 可是最終還是要看商務部怎麼出手 我認為 其實真的要制裁 就要制裁得很死啊 就會變成你可能要弄到刺激式制裁 OK 就是把中芯國際當作黑名單了 所有人全世界都不能跟他交易 天啊 那你這樣搞啊 那阿斯麥也不要賣了 我覺得這個恐怕 他的盟邦也看不下去了 太醜惡了 對 怎麼可能這世界最強的國家 你的政府 想幫社府還要打死一家公司 你這是什麼邏輯呢 更何況人家又不是軍事的公司 對 只是做出一個民用的手機 就把你激怒到 你已經無地自容到 這個對不對 老羞成怒啦 你知道嗎 給人家這種Fu啦 對 這種Fu 我認為如果美國真的是 耐不住這個性質 真的 不管啊 就是要治理於死地 我認為這一波中國的反擊 也會非常嚴重 對 我覺得蘋果大概就是完蛋 那個激情的 那個怒氣一定會非常嚴重 而且中國大陸 在新一波的其他的科技的反制也會出現 對 那恐怕11月 拜登跟習近平也不要見了 不用見了啦 這都是聯動 這都是聯動 聯動的 因為拜登現在不斷的說什麼呢 哎呀想要跟習近平主席見面 但現在G20沒有機會了嘛 所以只現在APEC 現在要出招了 包括李焦超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呢 還有這個科技 你又要打到什麼程度呢 中國大陸也是能夠反手打你的 以前是怎樣你打我 我沒有辦法反擊 現在方方面面的國力崛起了 我們看到蘋果第一個呢 現在他重挫 來了1900億的美元消失了 另外再來看到日經新聞說呢 中國大陸說 傳出來對蘋果的禁用範圍 從Apple Watch到AirPods這些公務人員 禁止到公共的場所 這還沒有確定 不過有這個消息 然後呢 回答917號 他也收盤掉了5% 代表說像科技股現在呢 本來是很看漲的 現在也出現了一些下行的壓力 摩根大通呢 也把蘋果的目標股價 從235美元降到230美元 很難得看到什麼 我發表新手機 結果市場是看衰的 結果呢這個華為 大概是看漲的 那為什麼要打壓華為呢 這個你把這個手機啊 拿出來就會發現說 它的佔比了 2019年Q4的手機佔比呢 2019年5月開始制裁華為嘛 但是他Q4相比來看 第一名全世界賣最多是三星 第二名是蘋果都19 差不多19 華為是15% 但是你看不斷打壓啊 這個華為 他真的在2023 Q2的時候 三星一樣第一名 蘋果第二名 傳一呢 這個很厲害 非洲之王來到第五名 華為是只有3% 到第10名了 那但是來看到了 中國大陸不斷的突圍 現在呢瘋搶 MAT60 Pro 說訂了要等一個月 然後呢他的銷量 如果說是1000萬台的話 收入會有6000億 1500萬台會有1000億的營收呢 ASMO就說你真的要禁止嗎 這會削弱西方 中國人很聰明 14億人啊 我 我把為什麼一個國家要打一個公司啊 稍微跟大家放在一個大的結構裡面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中美是在資本市場跟科技的一個混合搏擊的戰爭裡面 所以我們如果回頭去看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圖 所以它是由美國人所統計的 就是在高端手機 在美國開始制裁華為的這個時候呢 高端手機蘋果大概是6成 然後華為是4成 其他的是在一個比較中低端的市場 所以不是在這個高端手機 我們為什麼用高端手機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因為高端手機它涉及的科技 它已經涉及的功能 像好比剛剛大家說的 衛星電話等等的話 都是很可能會涉及到比較精密的 甚至在美國的角度來說 是涉及到軍民兩用的這些科技 所以你看他們開始打的時候 華為是64 所以它其實已經是一個步步進逼的對手 那在這幾年中間呢 因為它制裁它 它當然就是一直下跌 一直跌到今年的下半年 你會看到從7月以後呢 8月開始去宣布這些可能性 然後9月這個新手機出產 它應該是往上漲的 這不只是一個科技戰 它也是一個資本市場戰 這邊我把這個那個 蘋果的股價的資本市場把它拉上來 大家都知道 今年中國大陸做了兩個禁令 一個是在政府跟國企的地方呢 不能夠使用iPhone 那麼後來又追加到 不可以用Apple Watch 或者是AirPad的藍牙 那有些人說 幹嘛這樣子 你來我往 事實上呢 如果美國覺得連TikTok 都有國家安全的危險的話 那麼具有高度的通訊能力 而且它可以直接的監測 並且用各種的通訊網路回傳的 一支蘋果手機 跟Apple Watch和AirPods的那個藍牙版的話 難道沒有國家安全的顧慮嗎 所以說在政府的辦公場所以及國企呢 就開始說禁止使用 禁止使用的禁令一出來 就是大家說的9月7號它就重扁 是在這一條線上這個地方 這一天呢它扁了3.34% 大概呢市值就蒸發了將近2000 那我要給大家看的是後面 它慢慢慢慢慢慢爬起來以後 最近是宣布9月13號要揭 要揭露新的iPhone15 那這個時候我看到很多的西方媒體說 它預期呢股價要回到200元 也就是說它預期說iPhone15一揭露出來 馬上它的股價要這樣往上跳 所以我畫了一條紅的虛線 虛線 就是西方人一邊在唱衰華為 一邊在唱好蘋果的人 他們所做的這個比較 因此你知道它不光是一個科技的比較 它也是一個資本市場上的博弈 那在這個博弈中間 如果我們回頭來看華為 它現在做的東西 我自己聽的時候就覺得很感動 所以就把它抄下來 麒麟芯片 盤古模型 泰山架構 北斗導航 新閃連接 剛才亮哥講的 方舟引擎 靈溪通信 風馳閃拍 這些加起來 難道不是中國上下5000年 在跟美國對打嗎 它不是在打今天的華為 它在打的是一個 中國上下5000年的底氣 而這個底氣中間 又有非常非常多的協力廠商 大家仔細想想看 能夠有這個麒麟9000 它是不是從EDA 光刻膠 光刻機 石科技術 大型的晶片 以及還有其他的封裝 測試的各個環節 都一定要有協力廠商可以做 所以中國大陸 不是只有華為一個公司 華為在座的一個大的生態圈裡面 用上下5000年的中國底氣去跟美國 以它美國世界先進國家霸主的身份 所展開的技術與資本戰在做對抗 所以今天我們再講下面一個 馬上就會發生的 因為我覺得兩邊在所謂的制裁上面 還會有進一步的做法 因為你可以看到美國現在在鋪墊 他們講得很客氣說 我們要確定知道這個技術路徑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這個小院高牆 制裁來制裁去 就是只在一方天地裡頭 外面的天地是何等廣闊 譬如說我剛才講的 只要光是看封裝測試 它有很多公司都在別的地方 在別的產業 不在這個芯片的主業 所以我在最近去深圳的時候 有一個師傅 一個開車的謝師傅 他教我一句話 我覺得太有意思 要講給觀眾朋友聽 他說美國制裁來制裁去 中國有一句話說 就是制裁了深圳的南山區的 越海街道辦 就是說你制裁來制裁去 就是在深圳這個地方的南山區 那邊有很多的科技公司 而且多半他們被制裁的公司 都在越海街道辦 那麼中國除了深圳 南山越海街道辦以外 還有何其多的其他的地方 所以用一個圍堵的方式 去阻止產業的發展 在美國的這個策略來說 一定註定是要失敗的 而中國大陸會有越來越多的 自己內部的生態圈 而且這個生態圈 會有外部的朋友圈來加入 譬如說 最重要的一個新的發展 就是Qualcomm高通 他決定也要來跟麒麟接軌 所以將來我們已經看到 未來在手機這個地方 至少你就會是 鴻蒙 Android iOS 就是原來蘋果 三個不同系統 頂足而立的時代 已經來臨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每日特菲爾時刻都會親自身 正面的視頻 傷互進眼神 請保留 待絡 光顧 我們在大部分 找不到 我們在我們 我們有車 說不到